元宇宙利多出境了吗 还是拉回找买点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集市通 我是婉伦 节目首先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 宏达电日前发布元宇宙手机 今天确实有利多出境的味道 究竟该如何看待呢 让我们来欢迎威尔 哈喽婉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6月29号又到礼拜三了 那最近市场比较热的话题 这个股市比较热的话题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 最近这个元宇宙风云再起 那它会不会是 再来述说一个下一段 下一波的这个科技趋势 那我们看到最近 比较强势的一些概念股 像是宏达电 威胜 剑达 立位 还有卫数 今天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 那还是一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忘记 先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位 会有LINE跟Telegram的连结 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我们随时在盘前盘中盘后的时候 都会传送一些即时有用的一些个股 还有金融市场的讯息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透过LINE跟Telegram 直接来私讯我们 我们都会进一步去讨论回复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说最近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从上礼拜 20号开始的时候 这个科技大巨头腾讯 他们正式宣布正式成立了这个XR 扩增现实的这个部门 就是有点类似AR VR 这个他们现在叫做XR 扩增现实的这个部门 那宏达电上礼拜也是 紧跟着21号就宣布说 他们昨天28号的时候 他们就发表了首款的这个 圆宇宙手机 还有他们的圆宇宙头盔 那紧接着呢 前面两个礼拜 还有很多其他一系列政治跟这个新闻媒体操作 也提到说 联想Lenovo也委任王雪红 担任他们的独立董事 那市场就开始联想说 他们后续Lenovo跟宏达电 还有他们相关企业 会不会后续有更多 有关于元宇宙相关的一些合作案 那再来像是这个Apple 大神分析师郭明奇 前面一个多礼拜也持续的去 去唱多这个元宇宙还有就是提到说 这个宏达电等等的一些利多 那这一些呢 我们都不认为说它是一个巧合 都很明显是一个 这个热潮女王这个汪雪红 还有他们旗下这些 相关的台股呢 都是有一波涨势的可能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宏达电啊 目前是唯一一家加入这个MSF的台厂 那MSF的话 它主要是目前有Meta 跟就是Facebook的Meta 跟微软等 像是辉达高通索尼等 这些元宇宙巨头 所去号召的这个 去制定这个产业标准的一个 元宇宙国际论坛 那宏达电是 目前是唯一加入的 这也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21号开始上礼拜 这个 威胜集团的这个元宇宙概念股呢 像是宏达电2498 威胜2388 还有利未5344 建达6118 这几个都是从21号开始 就一路强涨 到昨天呢 其实都涨幅来到了差不多3 50%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 今天盘中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回 那这后续我们就可以持续观察 是不是一个拉回找买一点的好机会 那除了这几档的这个 这个王雪宏元宇宙概念股呢 像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元宇宙供应链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苹果呢 可望就是明年会推出 这个AR跟VR的投宅显示器 那相关的供应链呢 这边也有提到 像是卫数啊 创意啊 华讯啊 中光电啊 还有阳明光等等 这边大家有空的话 也可以再去参考一下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会focus在 这个王雪宏概念股 这个宏达电看一下 这个2498宏达电呢 他今天是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回 OK 那我们这边就会说 他短线呢 他是一个 因为今天大盘也是相对弱势 那他今天宏达电盘做的时候 一路快要来到一个跌停 那其实我们会认为说 他只要能守住短期的 这一个短线的支撑 就是前波大量的低点 还有五日十日均线的话 那KDRSI指标还有筹码 还有量能指标 没有明显转入的情况下呢 都会是一个拉回找买点去 期待他持续上工的一个好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宏达电过去几年 算是去年的这个股价的话 他去年因为元宇宙的题材 他的政府一度从差不多 将近30块到将近100块 差不多三倍多 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热潮女王王雪宏 他只要一旦出手 其实股价不会是只涨几十趴 就是很有可能随波 随着波荡趋势的走洋的话 很有可能都会是翻倍的 那我们以他们的这个 WASEM 2388来看呢 其实也是类似 WASEM跟宏达电的股价 其实非常的相近 那他今天也是一度来到一个 快要跌停的一个状况 那也是一样我们就是他只要守住 五日十日均线跟短线支撑的话 我们认为说都会是一个拉回找买点的一个好机会 那当然也是会透过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去紧盯 他是不是有转弱 那当然转弱的话 我们就去做一个停 停损停利 因为像类似这样的股票呢 他目前是没有一个基本面 所以其实单有一定成分的 一定程度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是必须用技术面去看 那还有一定程度其实是有点在赌的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知道 那其实那大家也知道 说今年很多股票其实就是没有用 基本面去看了一个这个状况 那威胜呢 我们看一下他前面几年这个政府呢 其实相对就比较大 在10块到100块之间 所以是有来到5%到10% 那所以这一波的涨幅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期待 那当然市场上面有一些分析师呢 认为说今年的整个市场环境 资金效应没有去年那么好 那所以呢 很比较难去复制一个去年这个大涨的走势 但是呢元宇宙王雪红 这个元宇宙参观概念股 目前呢 都是一个跌升的状况 所以相对比较低的价格 就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利多 就比较好有去这个操作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还是像前面提到说 这个没有基本面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接下来 到底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会发酵 那我们只是去踩这个趋势去 做这个消息面跟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还是一样要见好就收散射 停利停损 那当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不管是有关于你的个股 或我们今天分享的资讯 还是一样请不要忘记 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然后随时私讯我 我们都可以来进一步讨论哦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谢谢威尔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威尔的LINE跟Telegram 才已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放